是吧 白鹿红夫人兄弟们还等什么 点赞呐 呦 这吧 这吧 这三兄妹呢 不是被红夫人硬吃 这阵容遇到红夫人 她倒不至于说是遇到青蛮级的一个监管吧 但是这个阵容打红夫人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操作的上限可以打出来的 就确实可能 诶 这边的话古董商带的是一个双坛没有带飞轮 就勘探教授古董都是很吃镜子的 那么有个飞轮的相对来讲好一点 很可惜的是这把红夫人前期的一个镜子是没有中啊 第一个镜子没有中 带金生的 这边的话金生可以顶一刀 镜子的话呢 这边金生顶完以后打这一刀会更舒服一点 为什么呢 红夫人这边 这个镜子 哎呦 哎呦我 哦 诶 打到了 打到切过去 古董商这边不要回头打 不知道能不能判断出来啊 因为这刀阵容两个ob位 如果说你说带闪现带金生 我觉得真的只能一半一半 不可能完全防得到的 那不可能百分百确定 你这边就是一个金生的 这边的话 来 但这波可以把这个金生逼掉 金生逼掉 哎呦我去 嗯 没有浇棍 怎么说呢 就算是判断 我刚想一想 就算是判断到了 这是一个金生红夫人 你这个棍子不浇啊 他这个金生也不浇 那么勘探员后续想来保你也没有操作空间 所以说这波如果说打的呢 或者说这样子好了 大副救下来以后 古董商这边交棍子打 那有点亏 跟薄命有点重叠 红夫人他看情况也不一定会硬交这个金生啊 这个我们待会看吧 就刚才第一波的话 有机会能逼出金生呢 好像来打也不是特别舒服 因为看待原来机子可能还没修完 修完了呢可能也没过来 交棍 先交一轮棍 怎么地看看能不能六道波命结束 或者说这波把金生给打出来 这波金生打出来 我觉得看待原可能会来打 因为看待原三块磁铁加一个飞轮 来了 已经来了 我管你是白鹿 这波金生打掉 好 看待原这边磁铁再丢 红夫人这边镜子先起 漂亮 这手看待原 我 测退 测退 呃 情况不对 准备测退 红夫人这里的话 抬个镜子 把大副抬了 这把有真身面 如果说击倒不了这个大副的话 这边大副似乎想跟看待原再来打一波嘛 再来打一波也行 因为毕竟古董伤还有棍子 看待原还有磁铁 也能打一打 也能打一打 这边的话绕过来 漂亮 这波大夫的一个走位 吃刀古董杀 没有飞轮 但苦啊 看他又不在旁边 看他这边的话没有过来打 其实大副单人来就有点 有点难打出来 这样的话呢 等于说是挂飞一个再挂一个了 血亏 刚才那波打的话呢 我的理解就是既然来了 其实看他也要来 打出上线了 咱们就往私人开门站方向走 打不出来嘛 你也得打 要不然很容易像现在这样子 就倒一个挂飞 这波确实有点亏 这波确实有点亏 这样的话 勘探员上挂 红夫人这边能排到位置 应该是锁定胜局了 有一说一这把 其实红夫人开局节奏不是特别好的 因为他两个镜子打古董上才中一刀嘛 所以这个局我还 真有所期待 特别是勘探员刚才那波来 但还是有点可惜啊 毕竟路人局可能没有办法做到这么好的一个就是调配鞋桶嘛 这里顶金身打了 不顶金身 不顶金身就是留底牌切传送回头去防 万一你大副去捞人 拉开身位 这边的话瞄准的是大副吧 瞄准的是大副 镜子非常准 这个镜子应该是铁定能打到的 这个镜子应该铁定能打到的 就他刚才那个身位的话可以看到 这么远 但是镜子就是跟你只有一个身位 落地一刀就能中 现在的话切闪 骗飞轮 好闪 过来稳定一刀带走 那也是感谢大师哥 我们下期见 拜拜